勇闯四季城到底有多精彩 很多人早就在期待了 有些人认为懒羊羊会成为主角 其实并不是 从官方暗示来看 主角恐怕是灰太郎 他居然能挑起大郎 谁到底是四季城的主角 预告总是会误导大家 从预告片中说费羊羊是主角 他在羊手中一直当套灰 只能是干着最累的活 却得不到回报 这一次或许让费羊羊一战成名了 还给他配了一把剑 甚至有机会成为主角 但还是打脸了 喜羊羊被黑化 所有小羊为了营救喜羊羊 踏上精土的冒险之旅 除了喜羊羊之外 得有一个出来担当责任 喜羊羊化身成为反派女王 正义的主角就变成了灰太郎 带着小羊们前进 其实懒羊羊也担任过主角 为什么不选择他呢 因为他此次担任的是弓箭手 就没有办法成为主角了 他的弓箭也很有特色 是木制的弓箭还带绿色 象征着希望与森林 飞羊羊虽然也挺正义 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他智商不够 根本就不懂如何领导大家 他只适合当冲锋的勇士 美羊羊虽然有智商 可是他的战斗力不够 性格也过于温和 说话都是杂杂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担任主角 暖羊羊就是个大好人性格 谁找他帮忙都愿意 他更适合当后盾 非常有责任心也很靠谱 但不适合当领头羊 唯有灰太郎智商足够 也有强大的战斗力 他曾经与喜羊羊是宿敌 纠缠了很久 灰太郎还是发明家 能够成为喜羊羊的对手 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是唯一能够跟上 喜羊羊脚步的存在 而且扮演了那么久的反派 他对付反派肯定很有经验 毕竟自己就是过来人 灰太郎好歹也是主角之一 剧名都占了一半 担任主角也很正常 这次轮到灰太郎独挑大梁 终于不需要再忍让 成为了正义之师后 他能光明更大的对付邪恶 打败喜羊羊 之前在羊首系列中 灰太郎就黑化过 喜羊羊为了救他 不惜牺牲自己 那份友情让人很感动 这一次还是一样 只是他们兑换了一下角色 灰太郎能唤醒喜羊羊马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by bwd6